大家好 這次遊戲廢人 這幾天在崩鐵內鬼版看到一個蠻有趣的留言 其實不只一個 有好幾位有留了類似內容的留言 簡單講就是說 下半卡池的角色都是炮灰 都是被犧牲品 當然這有一部分是基於現在內鬼對於凌莎的能力不太滿意 不過畢竟我個人其實並沒有太關注凌莎 所以實際上凌莎到底是強勢弱 我也沒辦法評斷 我比較在意的是 下半角色比較弱這一點 那當然會有這樣結論 除了凌莎之外 就是還有上次的翡翠 以及上上次的波提歐 不過翡翠跟波提歐真的就弱嗎 那麼在他之前的下半卡池角色 也真的就弱嗎 所以我想說既然這樣子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從開服到現在 所有下半卡池登場的角色 究竟在登場時以及現在過得如何 首先1.0下半就是我們的警員大將軍 那當然警員大將軍的問題大家都很清楚 相比上半西盒警員的確問題多很多 而總結來說警員最大問題就是兩個 怕被控以及初傷慢 怕被控問題其實現在已經有辦法解決 基本上只要你有帶殺精 被控機率就會降低很多 但更大的問題初傷慢 這個現在真的就是無解 疊成數又不能疊超過 疊到時程以後不初傷 剩下的攻擊都是浪費成數 也因此1.0下半以現在來說 的確可以認定是比上半差 那麼警員真的就沒救嗎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絲絲的希望 我只能說一絲絲 就是看官方會不會出召喚物系統的輔助角 簡單講現在有召喚物的角色已經不止一隻了 除了神君以外還有豬跟接下來的兔子 如果未來官方針對召喚物增加了 可以幫召喚物拉條的輔助效果 那麼托帕其實根本沒有差 因為托帕是靠自己拉條 剩下的神君以及接下來的鈴莎 都有可能會是得利者 如果出的話 警員可能就可以喝到湯 接著1.1版下半是羅刹 其實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如果全部角色都有的話 1.1版銀狼的泛用度會比羅刹高 這一點也是無用之一 黃拳隊如果你是1加1以下 那麼最理想當然就是佩拉加銀狼 那麼現在有膠球可以再考慮放膠球 但是如果要換掉 你覺得是要換銀狼還是換佩拉 就傷害來說 大家會推崇佩拉很大一個原因 是因為你帶佩拉黃拳打出來傷害 會比較高 但這個比較高是有效傷害嗎 我們就問一個最直接的問題 在1.1版的戰鬥 除非是雙王 不管是單王還是王帶小怪 有效傷害 是佩拉比較高 還是銀狼比較高 絕對是銀狼比較高 因為你打在王身上的傷害比較多 以黃拳終結技的傷害 你覺得沒有佩拉的輔助 黃拳就砍不死小怪嗎 不會啊還是招我砍得死啊 所以在多數情況下 帶銀狼即使你看起來傷害比較少 但實際上在打王的時候效益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銀狼我一直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角色 甚至就連我組黃拳隊 從黃拳出到現在 我一直都是黃拳銀狼花火的組合 那剩下一個在看要帶生存或什麼其他角色 而1.1下半羅刹在剛出的時候 是完全的冷拳角 所以即使現在羅刹上場率沒有那麼高了 但畢竟他是遊戲第一次限定生存 而且跟白鹿不是只差一點點而已 是天差地別的程度 所以在當下你有沒有抽羅刹差別很大 而且即便到後面出了新的生存限定 我們一般都會說至少要準備兩隻限定生存 在羅刹之後下一個是伏玄 再來是霍霍 但如果單論保命能力霍霍不一定有比羅刹好 所以實際上羅刹的位置真正退下來 是一直等到殺金出的時候 但殺金出都已經是過一周年以後了 他也算是登場保值了一年的角色 是1.1下半不算炮灰 畢竟他是當時的人權 再來1.2下半卡夫卡 不用講你豆腐隊就是要卡夫卡 他完全不是炮灰 真的要說1.2現在是炮灰的反而是上半的刃 當然刃最大問題是因為沒有出生命管 但是遊戲從開了刃到現在根本沒有專用輔助給他 如果官方未來真的有打算再補回這一塊 雖然我覺得有點困難但不是完全沒希望 那麼刃就有可能可以再度付出 但不論怎樣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下半與上半的比較 以1.2來說下半就是卡夫卡現在比較保值 再來1.3上半龍丹下半浮璇 兩個我就可以算是打平在當時兩隻都是人權 也是除了保值非常長一段時間 除非你是長時間戰鬥 要不然浮璇在現在還是非常強的角色 我自己在飛追擊隊也是用浮璇居多 浮璇在1.3下半即使上半面對的是龍丹 仍然不算是炮灰 再來1.4上半的淨流以及下半的托帕 那大家都知道在當時淨流就是完全的人權 托帕根本就是沒有用的角色 但現在情況完全逆轉了 所以嚴格上來說托帕也不能算是炮灰 除非你完全不玩追擊隊 要不然托帕現在在追擊隊就是必定上場的角色 接著1.5上半霍霍下半淨汁 淨汁在當時出的時候抽的人並不多 當然是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開虛構敘事 那麼現在大家都知道 淨汁算是虛構的專門角 遊戲算大家都會講通解 但我一直都比較崇尚專解 不選三路通解 是因為官方很明顯要打壓三路通解 而體系對官方的設計也很明確 你只要換了一個角色 就可以去解另外一路 那麼目前全遊戲出到現在 虛構算得上專解的角色 也就只有四個而已 黑塔 機子 銀汁 翡翠 這四隻只要弱點有對上 不管什麼天氣 基本上虛構就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並不是其他角色就不能打虛構 只是可能看天氣成分就會比較多 所以整體來說銀汁在虛構開了以後 對抽的人來說就是完全不虧的存在 至少不管怎樣 虛構你都可以保一路分數絕對夠 那麼剩下一路你只要找到天氣適合的角色 基本上要拿滿星球就不是問題 這下半的銀汁我覺得也不算炮灰 接著1.6 上半軟眉下半真理 理論上來說真理可能會是炮灰 但真理都送了全遊戲持有率最高的限定五星 那怎麼會是炮灰呢? 以現在來說 在全部滿星魂的情況下 真理還是全遊戲對當火力第一名的角色 接著就到了2.0 上半黑天人下半花火 黑天人主要就是鬥特隊玩家要抽 那麼花火在當時 畢竟其他體系隊也都還沒有成型 黃泉也還沒出 大家都是用毀滅3C在打 所以除了當下花火 對大部分人來說 是比較優先要抽的角色 而且即便到現在 除非你要玩鬥特隊 要不然花火也是比黑天人還要重要 再來2.1 上半算是黃泉 但下半殺精有誰可以說他是炮灰的 現在全遊戲最坦的存户 就算不是在追擊隊殺精表現都不差 甚至黃泉要簡易殺精也可以上 所以這兩隻相比 黃泉算很強勢沒錯 但殺精在生存面強勢也是完全無法忽視 至少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這兩詞完全勢均力敵 除了殺精是難的這點之外 接著2.2 上半隻羹鳥下半波提歐 以2.2來說 很多人會覺得波提歐被犧牲掉 而我自己畢竟沒有抽波提歐 所以也沒辦法去講波提歐 到底是強還是弱 但以我觀察大家的心得下來 我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講波提歐爛的都沒有抽波提歐 有抽波提歐的都覺得波提歐超強 對就是這麼的分歧 即便擊破體系大部分玩家 都是以流銀為目標 但波提歐在擊破單體傷害 流銀是完全沒辦法比的 兩個的賽道並不一樣 當然跟上半隻羹鳥比 願意抽的人一定比較少 但你要說他是完全被放棄掉 無用的角色嗎 至少默奕幻影推出以後 我覺得波提歐就是一個有用的角色 而且就算沒有物理弱點 還是可以打 接著就2.3 上半流銀下半翡翠 不用講流銀抽的人絕對多非常多 那翡翠沒有用嗎 其實翡翠情況就跟英姿一樣 他就是一個虛構的專擠 尤其是隊友追擊隊玩家 只要有翡翠就算沒天氣 也可以保你一路虛構分數絕對夠 所以抽不抽翡翠 當然主要就是為了虛構 當然如果你是大佬玩家 可以抽到6加5的話 那麼入追擊隊 就會直接取代真理醫生 變成最強的通解 接著就是這次2.4 上半的雲離 以及下半的嬌秋 我覺得這兩個不太能夠比 畢竟雲離是第一隻限定反擊 反擊非常看敵人的機制 之前也出過像九杯怪這種 都不太主動攻擊的 所以你是滿魂雲離 要不然在大部分情況下 雲離有沒有辦法發揮 會非常看怪的機制 也就官方願不願意做球 而嬌秋現在情況就是各種戰魔 什麼都會 但又好像都不是這個地方的最佳界 所以嬌秋才處於一個比較微妙的情況 但整體來說 畢竟還是一隻異傷虛無 而且就現在來說 他還是可以作為 黃泉在虛構的專門搭配角色 所以如果有黃泉的玩家 當然就很值得入手一隻 如果沒有黃泉玩家就可以放棄 以黃泉的持有率來說 相比之下 我會覺得這個下半卡池 就不算被放棄 所以整體來說 從剛剛一路聊到現在 下半卡池角色就是棄質的說法 其實並不成立 所以來說算是差不多 最終還是要看官方怎麼做球 畢竟他們想推哪個角色 哪個角色就會強 不推的角色 你怎麼樣期望他好 他就是好不起來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